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,请听时政评论。 网友群,中共党魁又被传出病重谣言。 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病重的谣言,已传出很多了。 昨天,又一则关于习离患一下癌的消息在网上广传, 到现在已有116万人点击观看。 已有不少人就此发表评论。 这里,我也来谈一谈我的看法。 最新的谣言。 1月25日,海外社交媒体X账号atinvly发帖文说, 网传习近平可能得了一线癌,不能确定真假。 重点可以关注习近平多久不现身。 如果真的是一线癌,神仙来了都没救,也就半年到一年的命。 该帖文所配图片内容显示,一名ID为北京护士的人发帖称, 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朋友告诉他, 习近平因为销售体征,301医疗团队给做了PECT, 发现一线有阴影,可能是一线癌。 三点评论。 第一,从近期习公开露面的视频看,习确实销售很多。 1月17日,习在八宝山出席台盟中央前主席张克辉的告别式。 从央视的视频看,习面容憔悴,明显比以前销售,习幅松垮。 1月24日,习迎接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并与之会谈。 从央视的视频看,习不仅销售,且面无神采,显得疲惫。 去年11月15日,习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会晤时,习的大肚子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但上述两次习的公开活动中,习的大肚子似乎小了不少。 第二,习的健康肯定存在问题,此前已有表现。 一个人身体健康与否,其精、气、神都可以从他的形象上,包括面部表情、举手投足中可以看得出来。 人们形容一个人身体好,常好用红光满面,神采奕奕这八个字,但这八个字在习的身上难以看到。 习的头部总是像一边歪,且常常不由自主地轻微晃动。 习2019年3月到访法国,检阅一仗队时,脚步零碎,走路缓慢,似乎无法迈开双腿。 出席记者会时,习坐下,起身都显吃力,需要用手按住椅子扶手支撑身体。 2022年5月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曾披露,习一次患有脑洞脉瘤,但他不愿动手术,希望透过其他方式治疗。 报道还说,2021年底,据传习曾因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 第三,习的身体出状况因在意料之中。 虽然习说他当知青时扛200斤麦子,走十里山路不换肩,身体非常好,但是,今天习扛在肩上的,可不是200斤重的麦子,而是四座大山,毛泽东时代,邓小平时代,江泽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,以及习当政11年来积累下的所有问题。 任凭习如何逞强,这四座大山,他是扛不动的。 习的第一任期,第二任期,一直在跟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斗,抓了将提拔重用的一批党,郑,军高官。 这些高官及其家属,子女,后台,各个对习恨之入骨,避欲除之而后快。 但是,2022年11月30日江病亡后,习竟然在道辞中吹捧无德无能,臭名昭著的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政治家,军事家,外交家。 习江斗时,习一直在啪,啪,啪地打江的脸。 一转眼,习又把江干的所有大坏事承接过来了。 江是个什么东西? 当代中共党政军最高层,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, 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最大的卖国贼,以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杀人的罪魁祸首。 仅仅是江的这三大罪,习承受得了吗? 承受不了。 习拼尽全身力气,搞三连任,将所有一己力量排除在最高权力圈子之外, 将中共高层的几乎所有政治派别,如元老派、共青团派、太子党、改革开放派、军队众多高级将领等,几乎都得罪光了。 这些人都盼着习出大事。 虽然习前方百计防政变,防兵变,防暗杀,但是习数敌太多,防不胜防。 习的神经每天都紧绷着,身体能出状况吗? 习三连任后的一年多,诸事不顺。 习亲自提拔重用的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,前国委员、外交部长秦刚,背叛了他, 习亲自提拔重用的党的、军队的、国家的领导人,前中央军委委员、国务委员、国防部长李尚福,背叛了他。 习亲自提拔重用的火箭军的司令员、政委、副司令员、参谋长等,都背叛了他。 习亲自提拔重用的军委装备、发展部的诸多将领,都背叛了他。 这一连串的背叛,全都像钢针插到习的心头上,习能不忧心忡忡吗? 习亲自抓金融,中共股市一直跌跌不休,一直跌破2800点。 习亲自抓香港,短短四年间,曾经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, 蜕变为世界金融中心遗址,习亲自抓台湾。 台湾大选结果与习的期望完全相反,习对台湾极限施压, 全世界却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逾1400名政要祝贺台湾大选。 习亲自抓外交,中共在国际上敌越数越多,越来越孤立。 习亲坊所谓同志家兄弟的越南, 公身给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重敬酒时,阮没有起身还礼, 而是坐在座位上,跟习碰了一下杯,转身就跟旁边的人说话去了。 习亲自抓病毒清零不动摇三年,病毒不仅没有被清零, 相反感染无数并无数人死亡,且病毒一直在中国大陆徘徊。 现在又出现疫情高峰,从北京到全国各地,依然人满为患,死者日中。 放眼全中国,积目全世界,中共内政外交没有一件顺心事,习的身心能顺吗? 登上权力之巅,希望赢得尊敬,收获的却是骂声变全球。 去年10月25日,中共国务院发布的《2024年节假日安排通知》中, 大年30的除夕却不放假,引起人们的惊议和不满。 很多人猜测不放假的原因,可能是除夕与除夕谐音。 海内外不少人发出过除夕节倡议,如互相转发出恶习,过新年等。 这些倡议,或许习听不到,看不到,但是,这无数人发出的共同心声,产生的共振效应,也是巨大的能量,一起涌向中南海。 习能不郁闷吗? 从中共二十大前,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打出罢免习近平的横幅,到一个月后的白纸运动席卷全国,上海有人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。 再到几个月后,济南万达广场的北墙上,出现打倒习近平的红底白字电子条幅。 中国民众反习浪潮,一波接一波。 这汹涌的民怨,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南海,习能不提心吊胆吗? 财新网上一篇接一篇,针对习把内政外交都搞砸了的文章,改革急需新突破,重温实施求是思想路线,2023中有一别嫌疑人孙仁泽之死,虽然都被删除了。 但是,新人界、学术界、律师界、高等院校知识精英对习的不满删除不掉。 这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反复较量,习能不心理交瘁吗? 2023年,中共党政军高官发生一系列离奇死亡事件, 如退休仅七个月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离奇死亡, 前中共火箭军副司令人吴国华突然上吊自杀, 前中央警卫局局长王绍军离奇死亡等。 网上曾盛传,习下礼上,如今离走了,习呢? 这些高官离奇死亡的阴影,笼罩在习的心头,习能不愁容满面吗? 还有一条,中共建政后的历任党魁中,习可能是最怕死的一个。 习上台12年来,在中国大陆,无论哪里发生重大天灾人祸,习从来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, 看望,慰问灾民,总是躲得远远的,生怕危及自身性命安全。 习超级怕死的念头,能不给习招来麻烦吗? 结语 英国预言家克雷格·汉密尔顿·帕克,曾准确预言川普当选,香港反送中大游行。 2019年,英国首相特雷莎没下台,约翰逊继任,英国脱欧,2020年病毒大流行,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,俄乌战争等。 去年11月3日,帕克预言2024年的大事实说,习近平将得重病,被掩盖,但会导致第二次革命, 进而共产党分裂,发生动乱,习下台,但他并没有死去。 习会不会如上述谣言说的那样的重病,或者像帕克预言的那样的重病,还有待观察。 而习的身体出状况,因在预料之中。 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2024年,习有大麻烦。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,谢谢收听,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